好 理由到底是什麼 我們稍後再持續追蹤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掌握的是 民眾黨副總統參選 吳欣穎了 好 其實他這幾天呢 頻頻越上新聞版面 除了他的這個國籍的問題 當然也是在面對記者詢問的時候 他回答總是席字如今 在昨天記者有詢問他說 關於國籍的問題 美國國籍有沒有放棄呢 那到底有沒有放棄 其實很多他的媒體都在問 那他的回應是什麼呢 他針對這個國籍的問題 他其實是屬於冷處理的 因為他表示說 中選會在查證當中了 總之就是12月5號見真章 如同他說他在他的Facebook上面所說的 他都已經講得非常的明白 講得非常的清楚喔 那難道還要在他重複幾遍呢 那至於呢 現在很多的民調傳出 包括是黨內的那個內參民調 顯示說56.6%的人認為 他擔任副首對於柯文哲沒有加分 那這段事情呢 這個他是怎麼回應呢 因為畢竟別人都說你對於柯文哲來說 其實是沒有加分的 那麼在旁邊充其量是什麼呢 好他就說其實他不是替柯文哲加分 他是要替台灣來加分 那到底有沒有想拒絕副總統辯論呢 他就說我怎麼可能會躲起來呢 根據了解喔 副總統的辯論是在12月底 很期待跟其他獲選人進行交流 跟台灣的人民提出一些未來 希望的方向與方針 那至於國籍的問題 我們就要來看黃珊珊怎麼說了 2014年吳欣營準備投入公共事務的時候 就已經申請上官程序了 所以吳欣營已經喪失美國國籍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黃珊珊幫他打包票 說沒有美國的國籍 那吳欣營本人他這邊是說 反正呢中選會再查了嘛 12月5號就會有答案 你們就慢慢等吧 好那他在臉書上跟他昨天的訪問 他都是這麼說 只不過現在資深媒體人李燕秋呢 其實他對於整個世界 以及這個吳欣營 他面對媒體的一些言行 其實他有話要說 甚至話還說得非常的酸 他說他是天兵女神 怎麼說呢 或許是因為這個李燕秋看了整個的訪問 以及這幾天呢 他面對媒體的一些應對的方式 他就說自己並不懷疑吳欣營已經放棄美國國籍 但他想問的是吳欣營呢 在去年嫁給比利時貴族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有其他的國籍 譬如英國國籍或是比利時國籍呢 另外他的回應 他的對答有點太高傲了 好他可能就想告訴你們這些人 不配知道他有沒有資格參選啦 反正就是12月5號會讓你知道就對了 現在在此之前呢 我不想跟你說這麼多 那明明一張紙就可以見真章 卻要這樣煽風點火 生怕下課中響 柯文哲跟民眾黨不敬禮就地解散 這個是李燕秋他所說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掌握的是 吳子佳怎麼說了 他說其實國籍這種問題啊 大家都知道要查是很容易的 這個圈內人通通都知道 他爸爸不敢講話 5號見真章就是鴨蛋 什麼意思呢 那可能就大家等著看了 那繼續我們還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柯無配柯無配 那麼這幾天下來 他們的這個民調數字是跌破兩成防線了 我們來看到根據美麗島電子報的資料來源 民進黨這邊是37.1% 那麼國民黨是30.5% 民眾黨是11.5% 而另外呢如果以支持度來說 好我們看到民眾黨這邊是17.5%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柯文哲呢很明顯 從過去的27.4% 往下21.1% 現在只剩下19.6% 等於是跌破兩成防線 那大家就想問啦 你選的這個副手是不是有問題 他有沒有幫你加分 是你的言行讓你自己扣分 還是副手的言行其實也幫你扣分 因為兩個加起來是沒有加分的嘛 因為你的這個民調數字的確在往下滑 那麼其他藍跟綠都在往上攀升 那民眾黨這邊是不是應該要檢討呢 推薦的連線消息 我們交給記者蔡炳宏 這直播值得帶您關注2024的總統選戰 那麼在今天的話呢 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跟副總統參選吳欣儀呢 在今天是召開了人工升職相關的 這個政策的記者會 不過在會後的這個記者聯訪說呢 被問到 因為其實現在民眾黨的內參民調 就傳出來說 其實有高達56.6%的選民呢 對於吳欣儀的參選呢 其實是沒有幫柯文哲加分的 而吳欣儀現在其實還有很多的正義 包含說像是國籍 以及和在這個鏡頭前這個應對 還有他的肢體語言等等的 其實呢 都還有很多問題是需要解決的 而對於這一點的兩人怎麼說 馬上帶您來看 國籍的部分的話 就是沒有除了台灣以外的國籍 那我心知肚明 那到時候就是我已經講過了12月5號水落石出 謝謝 如果相較於趙少康或是蕭美琴 他的確是在台灣存在比較久 所以他的知名度比較高 那當然吳欣儀在台灣政黨出現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所以比知名度一定比較少 所以事實上我已經看過那個分析 他說喜歡跟不喜歡其實多不多 因為說不曉得他大部分都說沒意見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這一段時間最重要是 要讓大家看到他的好處 看到他的優點 這是我們要去努力 因為這是一個新產品 不是像這個說已經在市場上販賣很久的產品 大家對他都有定見 大概就是這樣 好我們可以看到的柯文哲就說了 其實吳欣儀相對於蕭美琴 以及趙少康來說 是比較經驗比較少的 也就是比較全新的政治人物 也因此他要讓他多多的來介紹 他自己要讓這個品牌能夠得到這個推廣 而吳欣儀在回應他的這個國籍證明的時候 今天雖然他並沒有 他並沒有再度說什麼 他到底有沒有看過的這個美國證明 說我是拿出所謂的證明 但是他今天也很斬釘截鐵 就是說他就是沒有除了台灣 除了中華民國以外的國籍 而這一點在十二月五號的時候 就會見捐章他的這個說法 依舊是沒有改變的 那麼以上現場的最近情況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給彭台主播 好 只不過在面對鏡頭的時候 無論是肢體語言還是講話的方式 那麼也許是因為這個個人的特質 容易讓人產生誤會 包括國籍的問題 那麼也沒有解釋清楚 吳欣儀其實面對記者的連番追問 他都只說十二月五號 中選會會查證為主 那麼他剛剛在記者會上也特別說了 沒有中華民國台灣以外的國籍 那他的行為其實讓黨內也很擔心啊 所以才會傳出說 民眾黨的內參民調有56.6%的選民 認為說吳欣儀的參選 其實對於柯文哲好像沒有加分 民眾黨副總統參選人吳欣儀陪同立委 參選人張祺璐到金美市場掃接敗票 但針對國籍爭議 三十號受訪時要記者去看他臉書 成十二月五號中選會見真章 但身為副總統參選人 卻不能清楚解釋爭議 隔一天的回答還是令人傻眼 要媒體一次問完結果照搬臉書說辭 一句話回應完完全沒解答外界之一 一旁的張晴璐趕緊換甲 其實我想就是一切就是按照法令制度在走 我覺得說大家無需去揣測任何的這種 其他的事項 持續追問吳欣儀卻擺出公主脾氣 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委員針對一些疑慮 你會這麼簡短的回應 是因為基於事實 所以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嗎 吳委員你身為副總統參選人 不覺得應該把你過去向社會黨 吳委員怎麼看柯智恩說您真的還沒有準備好 他說您的隱私比不上全國隊副總統 角色的這個期待 我們每一方就到這邊解釋 那想問一下 民眾黨已經請了 你們有請問嗎 謝謝你們 謝謝 這樣有公開訪明嗎 是 謝謝你們 其實我先進去 謝謝 因為畢竟現在就十二五塊這個時間 柯文哲挑無心當副手 觀感反而更糟 傳民眾黨內參民調指出 高達百分之五十六點六的選民 認為吳欣穎擔任副手 對柯文哲根本沒加分 柯主席請我參選是幫台灣加分 根據掌握不只黨內耳提面命 連柯文哲本人都當面提醒吳欣穎 注意言行 但該做的 該講了 都說了 公主脾氣 看來不是想改就能改 記者封一德 蔡平洋 台北桑報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schön め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靡靡靡靡靡靡今次開機 akshaa поним I